大家好 今天要來講硬舉 硬舉動作 硬舉動作 很重要 因為在 上隔 停舉 上隔還是抓舉的時候 都必須要有一個 硬舉動作 所以如果硬舉做得好的話 那可以幫助後面 的動作做得更流暢 更順暢 那如果你是 初學者剛學的話 的基本動作 就可以 兩腳五肩同穿 兩腳基本上五肩同穿 那 下來的動作就跟蹲舉 類似跟蹲舉類似 如果你是初學者剛接觸硬舉的話 你就是可以比一個 蹲的姿勢 蹲的姿勢 蹲下來 蹲的姿勢 那 兩隻手要在 膝蓋外面 兩手要在膝蓋外面 很多人 有一些初學者可能剛學的話 他可能會 放在前面 腳在前面 那你在啟動的時候 你的重心 只能在後面 所以 最好的情況下就是 兩隻手是在腳的外面 兩隻手在腳的外面 不要在前面 所以 你將同關站好之後 你就是 順勢的 蹲下去 那兩手 兩手 握 那 在依你的 身高 依你的手的長度去做一個 調整 握距 所以 調整握距 那常見的錯誤 常見的錯誤 有些人會 強調 強調腰背要打直 腰背打直 那有可能 你現在看我 看我的動作 感覺我這邊是 鼓鼓的 有沒有 感覺鼓鼓的 因為 這個鼓鼓的不是駝背喔 這個鼓鼓不是駝背 這個是 肌肉發達 這是肌肉發達 已經練到 他肌肉鼓起來了 肌肉發達 這是肌肉發達 那 如果 如果我現在這樣做 你可能感覺好像 我是腰背打直的 可是這樣子其實 已經不是脊椎中立了 我的脊椎不是在中立的狀態下 可能這樣子看 這樣看你可能會感覺我的 腰背是打直的 感覺很直 可是這樣子是不舒服 不好的動作 因為 這樣子的話 為什麼說不好動作呢 如果我又維持這個動作 站姿 我會變這樣站 那這樣子根本就不是在一個 脊椎中立 脊椎中立的狀態下 這樣子根本是 不舒服的姿勢 這樣不舒服的姿勢 所以 一開始起始動作 用我們的 最舒服的站立姿勢 下去 這樣 預備好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不要 不要太刻意 太刻意了 去想辦法 去給他撐 去給他擠進去 感覺 這樣感覺很直 可是這樣子已經是 脊椎沒有在中立狀態下 這樣子腰椎 腰椎這邊 會擠進去 內凹 會擠進去 這樣子長期練下來 長期練下來 這樣子腰會 受傷 長期練下來腰會受傷 所以脊椎要中立的話 一樣蹲下來以後 蹲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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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腰又保持這個 這個狀態 腰保持狀態 保持中立站 所以 用你的站 站姿最舒服的站姿勢 去出力 跟蹲舉一樣 那所以 所以 你要去 感覺你的 最舒服的站姿勢 出力狀態 去做 不要太刻意的去做 把這個腰 擠進去 把這個腰頂進去 那還有再來的 常見錯誤就是 很多人會強調挺胸 挺胸是沒錯 你又沒錯 可是很多人 很多錯誤動作變成這樣 挺胸 一開始就挺胸了 這樣子 這樣子沒辦法拉 這樣子沒辦法拉 一開始就這樣 這樣子沒辦法拉 一開始 如果你要怎麼樣去抓 槓領的重心 槓領的重心 重心必須要垂直在我們的手臂上面 垂直在我們的手臂上面 垂直這個 這個就是槓領的重心 落點 這個就是我們的 槓領的 要掉 掉的位置 重心掉的位置 所以你必須要把這個槓領的重量 壓力 落在這個手上 落在這個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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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在這個 手 手的背上 啊如果 這樣太緊了 這樣子就 沒辦法 在 我們的肩胛 在我們的背上面 落點就不是在肩胛的背上面 這樣子沒有辦法 所以你的 壓力一開始 你可以把你的手拉緊 拉緊 拉緊之後 這個位置就是垂直 這個重量垂直落在 你的手臂上面 拉緊 坐下去 拉緊 坐下去 拉緊這樣子這個重量 落在我們的 垂直的手上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也是很 蠻容易 蠻容易出了 錯誤動作 有的人可能一開始拉緊的 可是當要出力的時候 現在確實是在手上 那有些人 要出力的瞬間 這樣子 就擠到腰了 將重量 就擠到腰 那邊去了 一開始應該是 掉在我們的 壓力 掉在我們的 上背的位置 應該是要掉在這個位置 掉在這個位置 掉在上背 上背位置 應該是要掉在上背位置 如果 一出力的時候 掉在腰的話 那腰 收力 壓力就會大 這樣 有些 這樣子做的動作 一掉起來就 掉到腰那邊去 這樣子就 特地 壓力都會落在這邊 那 那腰 人腰在這邊 就容易會痛 會受傷 所以 要 在做的時候 你要 把注意力放在 你的肩胛 弱點 都落在手上 肩胛 上面 拉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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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幾個常見的錯誤 是 硬舉 硬舉的部分 會常見看到的錯誤 所以 去修正這幾個動作 那腰也比較不會不舒服 那所以 那腰的動作 動作上 腰 你就是 保持脊椎重力 不要太刻意 不要太刻意去 去脊腰 可能在下面看起來 腰很漂亮 可能 可能是 很直 可是站 站直的時候 不可能這樣子站 不可能這樣站 因為這樣子是不舒服的姿勢 所以 舒服的姿勢 舒服的姿勢 喔 所以 注意這幾個 重點 這幾個問題點 去 改善 去修正 那今天的 硬舉的部分 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